大家好,现在进入5月,这个时候温度也比较高,晚年生长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么在这个月份呢,我们养晚年呢,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勤快做 要不然的话呢,你的晚年后期啊,可能开花会非常的少,甚至是无法正常的开花 那么是哪一件事要勤快做呢? 这一件事呢,就是要勤观察,然后呢,及时做好这个摘业的工作 因为现在晚年生长旺盛,那么它最初啊,长出来的一些服务业或者腻业呢 它会逐渐的老化发黄,甚至是腐烂 那么这种叶片呢,就一定要及时的清除掉 为什么一定要清除呢?因为这个叶片如果不及时清除,它腐烂呢 它会很容易滋生病菌,影响整个植株的生长 而且它腐烂之后呢,还会影响水质 最关键是呢,因为植株后期啊,它等到它立叶之后呢 还会分化花芽,长花间 如果我们把这些腐烂的发黄的叶片全部留在一起的话呢 那么这个花朵,它要想长出就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所以其实把这些发黄腐烂的叶片清除掉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摘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 我们不能够直接从基部摘,我们最好就是从顶部摘 而且这个叶柄的断口啊,不能够低于整个平面 最好就是高于这个水面上,这样可以避免这个断口处啊 有这个水呢,从这个气孔倒流到植株体内,然后导致腐烂 所以我们掐的话呢,把它上半部分呢,留在外面 让它自然的枯萎脱落就可以了 其他这些叶片呢,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其实清除,清除了这些叶片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适当的补腐肥来促进它的生长和开花 特别是现在很多南方地区啊,已经快要进入它的花期 我们呢,就可以给它补一点这个磷霜心甲 那个磷甲肥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后期啊,开花自然就多了 而且这种事呢,我们不能够只做一次 一定要经常观察 一旦发现有这些叶片呢,就一定要及时的清除掉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